對 但我覺得這就是考驗COCO萬有引力裝置施放的好不好 因為只要有一個好的萬有引力裝置 阿魯卡這樣衝過去就是火車跑到一半但是經過了收費戰 所以他要停下來 然後他就被暈阻 所以這一個控場我覺得施放的關鍵點 就跟昨天TSN的比爾森控制住Shine是一樣的 照理說萬有引力裝置是控場技能 然後賽恩大決的時候是不能被控場 所以他會穿過去 應該說賽恩撞到他以後 他要如何利用這個時間 就是他要把萬有引力放在他自己腳下 然後敵人會因為這個萬有引力的時候他被吸到正中間 他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我要控賽恩 不要讓賽恩做更多的Q技能的控場 或者是我要控跟進來的後排 他可以選擇放在前面或是放在後面 但以現在陣容我覺得放在自己的 carry位被擊火的位置是好的 因為佳文跟戴安娜應該都會一起衝進來 應該說你放在自己腳下會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就是通常這時候我們剛剛假設的情況是 COCO這邊被人家賽恩大決追擊 所以他一定站在最前面 你一定站在最前面你才有可能被人家大決追擊 所以他就放在自己腳下 他放在自己腳下的時候他選擇撤退 或是把賽恩往中間拉的那一瞬間 他其實能夠控制賽恩 讓賽恩的Q不要出來暈到太多人 再加上他自己這個時間就可以撤退 那敵人會因為這個萬有引力裝置的關係 他不敢跨過這一道槍 對 好 那我們這邊看到了少見IEM的這個比賽 今天已經進行了第十場比賽 很少看到的正常兩方的EU開局 而且下路雙人線也是非常的和平 一邊吃了藍色BUFF的一個小石像 一個是吃雙石像的小石像 當然在西街這邊是有先下一個眼睛 所以他們也知道對方是有拿到這個經驗 兩邊上二的時間是以雙石像的這個經驗 會稍微快一點點 那阿魯卡依舊是拿賽恩的這個被動 吃掉了聚會鳥搶一個二級 其實不只是他 你仔細看人馬的位置 人馬也是這樣做 因為人馬本身的體質跟他的Q 其實在吃野怪這邊是有相當大的優勢 所以本來人馬就通常都會做這個play 再去再回到線上 那賽恩只是補足做這個點 其實這兩個角色的play 在之前都有看過了 對 所以這樣可以說是以後再考慮 上路角色的時候又要多一個性質 我一等的時候可不可以去吃一看野怪 這非常的有趣喔 那Mayline跟下路的Space這邊是應該要搶到一個二級 所以是把WE的雙人線先往後 龍奧出去 Mystic這邊也是上到了二 宇哲也是同時上到二級 兵線其實是還是被控在中間 下路還是有交火的機會 其實主要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珍娜跟希薇爾這個pick 對上這兩隻傷害極高的角色 其實你們兩個不管是放誰盾 就是珍娜不管是放誰盾 另外一個人都可能瞬間被激活打掉一半的血 甚至是要交掉他的虛弱 剛剛Mystic這邊是吃到了Mayline的一個暈眩喔 但可惜剛剛Space已經把自己的位置往後拉了 沒有辦法及時的補上一個靈光炸彈 Mayline剛剛的技能傷害是全部被宇哲的盾給擋掉了 而且宇哲這邊又是掏了自己盾 上去消耗掉Mayline的血量 以下路的壓線 希薇爾的推薦能力是比酷奇來的更好的 所以這條線路往前送 中路的希葉跟Coco的對決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分出一個神作 大概是到四等的時候 他才會開始去壓制戴安娜的血量 他會把戴安娜的血量壓制下來 但是因為水精靈藥的關係 其實讓戴安娜的血量有拉回來 而且戴安娜力的關係 所以Coco在對打這一段的時候 他應該是要比較注意自己的魔量控制 以及他的Q過去以後 他是否用普攻再多打一下 你只一看他普攻再多打一下 那個傷害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但希葉基本上是一個不理你流 就是把你當作一個超級小兵 水精靈藥太厲害 一直把兵給洗掉 而且一直利用他的蒼白樂鋪的這個護盾 想辦法吸收掉你的傷害 然後我就把兵線推進去 然後就站在小兵中一直平砍他的音樂之刃 我覺得這個是帶來他一個很好的打法 這裡其實有一個點就是說 遠程角色打進那角色本來就有他的優勢 但是因為戴安娜補足了這個推兵的能力 所以其實應該是說 你要怎麼樣把戴安娜的血量壓低 同時在兵線兩邊交進的時候 靠你家的ambition過來去gank他 這才是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 這有一點像是一個魔鬥砍薩的打法 就是忽略你的中路 然後我就一直瘋狂的推兵 對 他會一直瘋狂的推兵 那只有在兩邊兵接近的那一瞬間 你才會看到這個金戰英雄靠近 那這時候他就會越過他最 越過的這一條線 就是他最前進的這一條線 你立體進去gank他才有最高的機會 ambition這邊是平凡的想要來配合上路的shy 進行個gank 但是Aluca在三條草叢 這個眼睛是發揮了很好的效用 而且他浪費了非常多ambition的時間 其實Spirit是已經上到了四等 而且帶著他的遊俠坎甫 要準備來吃下路這個河蟹 但是下路的這個兵線是推得比較深 而且以Space跟Mayline的狀態來說 要打他下路應該也是有難度的 這個河蟹是被誰給吃掉 前面這裡有個河蟹 就是在上面河道這個河蟹 其實已經被吃掉過 對 應該是比較早的時間就被吃掉 還在重生的時間 Spirit這邊是入侵了對方的藍區 因為剛剛上路ambition 是暴露了自己理性的位置 Shire在上路的這個交換血量上面 看起來是陷入了一個劣勢 但是身上是還有洪水的 所以吃兵應該沒有太多的問題 因為說賽恩跟這個人馬對打的時候 基本上賽恩要輸本來就很困 然後所有技能就是counter的人馬 我們前面有講到說 人馬是可以擋在他小兵身上前面 就是讓敵人沒有辦法吃兵 但賽恩那個推根本就不理你這一點 你要擋 那他就直接推在你身上 可以說是這個最強毛雨頓的對決 看起來是盾影囉 因為人馬就是被號稱 但是上路這邊又是一波的gank 領列重機下去 ambition一個Q1 Q2 但是阿魯卡的血量是超高 反身還要回來一個Q技能 把ambition給打到殘血 他激到最滿 那傷害超高 而且Spirit在同一時間 看到李星星在上路出現的那一瞬間 馬上call自己家support過來 跟他一起吃龍 把這條龍拿掉 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因為他有和諧的關係 他已經知道說 這裡沒有任何人來過 而且李星星在上路出現了兩次 他在三角草從那個眼睛就已經看到李星在上路出現過了 然後這一次又在出現 所以他知道說 李星根本沒有來過下路 中路那個人也不太可能離開過 因為中路那個人從頭到尾被推到底 下路也被推到底 所以河道這邊是完全沒有視野 他們根本沒有人離開自己的線路過 對 所以可以說是阿魯卡在這一場裡面 雖然他的吃兵並沒有領先多少 可是他算是已經半carrier這場遊戲的前部分的6分鐘 因為他在上路吸引了Ambition三次的Gang 還帶給WE一個非常好吃小龍的時機 我覺得這邊Ambition要來想的一件事情是 的確我們剛剛在開賽前 我提到了Shy這隻角色是必須要在線上打出優勢的 所以Ambition這場的確把他的所有前期的Gang的時間 都投資在上路 但是這樣的投資 卻造成了你壓不爛賽恩這個角色 所以我覺得WE最後阿魯卡沒有選擇納爾 也是一個非常非常成功 因為他對於賽恩的掌握來說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 沒有看到賽恩被Gang玩的話血量又回來了 他已經又回來了 對 他還沒有回家 他身上的血幾乎是滿 他身上還有水還有眼 所以他就是我時間到我就去插個眼 然後在上路這邊 我盡可能的讓你的人馬拿不到優勢 那我的隊伍已經掌握到了第一條小龍 輝旋之刃丟出去 但是沒有命中 Space找到這個機會上來 零光炸彈有在消邊球的情況下打到 B出了Mistique交出了治癒 Space也是原地交出了治癒 硬點剩下最後一點點血 Mayline閃現進來 一個 他是直接用點燃拿到這個頭的 他不想演 他直接用點燃直接把點燃死比較實際 因為他知道說這一邊 剛剛你可以看到 AD已經把他的紅泡水給喝下去了 所以想說你暈眩打下去的時候 那個人沒有死 或者你的打比沒有中的話 敵人開盾的話 對 不要考慮那麼多 你點燃一定可以直接穿過他的魔法護盾 直接點他身上就結束了 對 這至少 因為以剛剛安妮士等來說 他多坦一下他 可能就要被打出一個意幻儀式得不償勢的結果 他也不會再需要這點燃了 實際上他接下來去Gank的時候 他應該是不會需要這點燃 他只需要他那個暈眩就好 這邊Spirit猜直眼看起來是步步為隱 因為他知道前方紅區的視野非常非常的危險 因為下路剛剛的AD Carry才剛被擊殺 那這邊是繞了一圈連Coco都過來了 3-1 但Spirit並沒有去吃聚會鳥 而且也下了一個偵查守衛 算是化解了這次紅區Gank的危機 他這個走法其實很保險 就是他明明知道他家中路在推兵 所以他去中路其實沒有任何的優勢 他還是只要走自己有紅眼的地方 他只走自己相信安全的地方 對 因為他在中路這邊的情報一定也是給他說 當我帶他都把線準備到你的塔下了 你的Coco都還沒有漏 那你只有一個可能就是在我的紅區 Shire這邊過來要來配合隊友夾擊 但是他自己其實先一打二的狀況 Spirit這邊是只有五等 直接被Shire的一個暗影行李打到 剩下400多滴血 但此時CJ的隊員是沒有想要過來 繼續發生交戰 所以是回在自己的紅BUFF區域 把這個紅給收下 那感覺說他其實是在偷紅的那一瞬間 他想要偷紅的那一瞬間 因為演的關係 但是因為他們其他人是從他的紅區繞過來 他繞的距離是比較長 他繞的距離比較長的話 就沒有辦法跟上 這裡其實花了很多時間 Coco跟安妮還有他們的李欣 其實花了三個人 花了很多時間在追擊這一塊 同一時間 佳文其實沒有受到太大的傷害 他其實靠著賽恩 然後賽恩同時也來推線 中路也來推線 所以這一波他已經到了 他們紅方已經掉了兩波兵了 對 可以說WE剛剛Spirid這個地圖的意識判斷 是非常非常的到位 讓CJ這次的主動野區入侵 是沒有打出任何的結果 兩方現在看起來是叫出了一個暫停 那我覺得WE前期的開局處理是非常非常的到位 當然可惜的地方是剛剛下路 Mistique跟Space的這個AD的單打結果 讓了應該說 讓 Mayline這邊拿到了一個首殺 然後把經濟拉開了一個小小的差距 要不然這1000塊的 1000塊的龍的隱含6%的這個經濟來說 前面WE的開局是比CJ ANTERS來得更好 對 因為其實實際上他那個 他那個PB價值600塊錢 而且他那一波兵其實他的 AD沒收到 AD沒收到那一波兵 所以庫奇那一波兵是完全推進去 給這個target deny掉的 我覺得最可惜的是其實 庫奇跟這個 庫奇跟他們加西偉在打的時候 其實很明顯可以看出來說 庫奇這邊會點贏 因為這邊另外一邊是完全沒抹 西偉是完全沒抹 他沒有什麼反打的機會 他只能看著小兵以及 對手是否會走進塔內被塔打一下 但實際上一個這麼高強度的對戰 你是不太可能看到這種 這種Fail出現 對 Space剛剛是並沒有腦衝 把這個人頭穩穩的交給Mayline給拿下 SHY剛剛的上路的Record 是不小心被阿魯卡的這個 吼叫推兵推到然後中斷掉 但他並沒有要繳TP 所以可以算是損失了大概 5隻小兵左右的金錢跟經驗 但是他把這個TP扣著 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在過1分13秒 我們的小龍就要重生了 他醜物教員已經買好了 他已經準備好要衝後排 你家後排現在西偉爾連鞋子都沒有 你根本逃不過這個Gank 而且他知道說這個人 這個人的治癒什麼都交掉的 他知道西偉爾的治癒什麼都交掉 所以他會有一個時間點 他是可以直接衝他 衝完他以後 他看到對手交閃線以後 他再選擇去大絕跟上 那這個西偉爾頭基本上就必拿了 對 當然以現在的賽恩來說 壓線上面是沒有受到任何的阻礙 但是在團戰上面的發揮 人馬對於後排AD的壓制力還是比較高 當然以純肉的角度來說 賽恩的坦度是比赫克林來得更好 所以就看兩邊 上路選手在團戰中 能起到什麼樣的決定性效果 應該說賽恩是一隻 就是他相當的煩人 相當的惱人 但是實際上他不會殺掉你 他實際上要殺掉你 他大概要等到10等11等的時候 就是他的E必須要滿等 然後他可能還有R要兩等 他才有可能在上路單殺一個人馬 不然實際上這種情況他們可以說是糊弄 他們唯一的差距的兵數量 就是在剛剛那一波進去的時候 他其實花了太多的時間在阻止加溫這一塊 所以掉了那一波兵 對 那因為下路這邊 知道Mistique剛剛是交出了他的治癒的情況下 雨澤這邊不敢離開線上 反而是讓Mainline找到一個很好的跑線時機 中路這邊Ambition來秀了 他把西葉踢回去 但是西葉是拉開了萬有引力裝置的位置以後 Mainline這邊竟然想暈 但是其實還沒有上6哦 阿路卡已經來了 Mainline這邊應該是要被雨澤直接給斬首 但現在已經產了一個點燃 直接收掉了後方的Spirit 前面的阿路卡收到了四個人的夾攻 雨澤也是進來利用一個他的颶風呼嘯 來控制一下對方的人兩邊 暫時拉開 是拿輔助的人頭換到了Spirit 打野的位置來打野的生命來說 CJ這邊算是小賺哦 剛剛其實說其實CJ這邊是比較可惜 因為CJ在踢出去 你現在踢出去的時候 他其實那個動作是 但那完全沒有注意到 所以那時候Coco的暈眩腳 他的萬有引力裝置有暈眩到的話 那邊戴安娜當場應該會死掉 他可以拿到一個一換二 或是拿到更多的經濟 因為實際上 最後珍娜的進場其實算是有點雷的 他選擇用閃線跟大絕要把人給推進去 但實際他全部推歪 他那個閃線是白腳 下路又是AD的單打 但是這一波是有西葉的TP啊 少算了這個Space這波的判斷 但是西葉其實是狀態不好的情況下 被迫下去撿這個人頭 所以中路是完全Open了給CJ Mayline這邊也是過來幫忙搶點 SPIRIT過來一個領地的重擊 想要把兵給清掉 但是Mayline剛剛的暈眩 是稍微把SPIRIT的位置給逼回去了 我覺得剛剛這一波 我覺得是嘉文重擊重擊得很好 因為他曾經把兵線給推回去以後 其實他這邊最後一個重整的時間 他重整過後以後 他現在知道說下來的TP已經用過了 所以他在搶龍的時候 他是不需要去擔心這邊人馬的 守護教員加上TP 這個傷害 所以他的AD其實有更多的時間 可以去做控場 但實際上我比較好奇的是 剛剛其實SPACE的動作 因為SPACE沒有選擇 他把交到治癒跟閃現 他把這兩招都留下來 要做下一波的攻防戰去做使用 對 他剛剛如果交的話 有機會把 Mystic的人頭給換到手 對 但只是有機會 所以他是選擇比較保守方式 他覺得把這個招留下來 然後我強逼一個 可能強逼一個龍 可能強逼一個在一個小會戰 我就有機會把這招用下來去表達對手 交了 然後沒有拿到人頭的話 那就是非常非常的虧 那中路剛剛這邊抱歉 剛剛一個口誤 SPIRET交出來的是爆裂重擊 因為他是拿著遊俠砍斧 那這個不重擊的好處 就是在於清兵的性質上面是非常好的 他是一個擴散的smite 好 來這邊 CJ的確像藍毛老師所說的 已經集結來開龍了 SPACE身上是有兩個召喚師技能的 所以這一波WB也沒有想要來交手 雖然剛剛希葉是已經把自己的位置調整 可以從右翼做一個夾擊 但是上路這邊的阿魯卡TP也沒有轉好 人馬又消失在地圖上的情況下 WE這邊是放棄了龍戰的機會 就是他知道人馬這邊的TP沒有了 但是他沒有辦法去阻止說 人馬在上路的帶線能力實在太強 他的那個位移技能實在太多 所以他能夠去輕鬆的帶線 導致說賽還是沒有辦法離開 這邊SPIRET利用一個EQ漂亮的躲過Ambition 把他踢回去的機會 安妮也是交錯了他的泰貝爾 但是他自己的位置非常的危險 直接被希葉的一個月牙衝擊給衝爆了 Mystic這邊進來是吃到了一個死亡射線 但是Ambition這個給酷 是因為被套了虛弱腳稍微軟了 抽了筋沒有一腳把Mystic給踢死 那現在兩邊轉圈圈 圈圈轉完就拉開了 這一波的交換上面是打出了一個零換一 WB現在還是擁有一個經濟上的領先 這一波其實我覺得對CJ來說不會說太虧 因為實際上他那邊可能會死兩個 Coco是沒有任何魔量的 他在那一波參演的時候 他其實是進到一個很危險的狀態 他的中路沒有魔量 他中路沒有辦法幫他做任何的事情 他的爆發不一定打得出來 然後他又遇上對面的中路 對面中路這時候是一個全勝時期 他把所有裝備能做的傷害 他已經做最大效益化的裝備了 這邊也有一個很有趣的rotation發生 就是WE在下路的塔還沒有推掉的時候 就將希薇爾跟正娜擺到中路來防守Coco的推兵 然後讓希葉的戴安娜在下路單打Space 那以現在的一個AP刺客角色來對上 酷奇還沒有拿到三項 可以看到Space是只有挨打的份 我覺得這裡最有趣的點是說 他現在把中路擺到下路的時候 你加中路還是需要兩個人來守 所以今天假設 我們先假設安妮也在下路的情況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你會看到戴安娜一個打兩個 所以安妮也是被迫來到中路 但實際上中路現在是不太可能的 他選擇兩條線都會贏的方式去做配線 去壓制對手 對 但是現在因為Coco已經進行了兩次的龍光進化 所以他一定有進化他的死亡射線 那有了兩段傷害的一技能是可以直接把小兵給清掉 所以我覺得Mystic這邊要直接把中路的外塔給點掉 對於面對維科特來說一定也有難度 那下路這邊 戴安娜是持續的將兵線送到Space的塔下 所以說W1現在變成是一個兵線的壓力 給予對方壓力的一個主要的發起攻勢的一方 那就看CJ這邊要怎麼樣來找到機會 在對方的人員還沒有集結的時候打出一個多打草的小型團戰 我覺得偏向西維爾在這邊的是他的功用不是推掉他 他是要找到一個很安全的方式去把中路的兵線給他壓力 他從頭到尾 從一等的戴安娜 到現在都是想要把中路Coco壓制在中路 他不要讓他去做任何的遊走 也不要讓他去做任何的Gank 去壓制加文的發展等等的 他就是要讓Coco沒有辦法離開中路這一條線 對 但CJ剛剛下路這邊是側鬥了 Ambition跟Mainline都來捧Space三個人的推進 Spray帶著紅藍buff加文霸氣的左方登場 CJ這邊看起來是把Space的W技能已經推出來了 Aluca這個大絕是一個中洞要直接撞在牆上 Mainline在後面的Tiber看起來是1-2 那宇哲的位置來說是有一個重置戰場的機會 就看一下Ambition這邊的選擇是要突進後排 還是來跟著Space以及Shine來處理後方的Aluca 只要是Ambition剛剛在那個點的話 他可以直接Q到兩個人 然後直接用大絕把兩個人踢背 哇 這一個宇哲的大絕 直接被秒殺了 後方的Mainline雖然被CJ給黏住斬首 但是Space這邊的傷害量應該要帶走CJ 最後一個縮月換步並沒有辦法斬首 Ambition這邊帶著紅藍buff繼續黏連Coco也到來了 死亡射線以及他的能量守恆拼命的打在Aluca身上 Aluca實在太坦了 Shine進到了塔下被Q競展擊飛起來 又挨了三下塔 Coco這邊也是挨了一下塔 但是狀態上面還有辦法再戰嗎 後面的Space也過來拼命的點塔 外有引力裝置 先卡了一下W1上來守塔的位置 順利的打拔掉了W1的下路外塔 下路這個會戰我覺得重點是在於說 Aluca的大絕首先是空打 所以他在整個戰場裡面他的傷害是微乎其微 他只能看到W跟Q 那實際上他在打起來之前呢 珍娜的大絕軍就被逼掉了 他那時候的大絕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大絕 但是實際上他是沒有辦法幫助到他家的Jungo 就是他被破繳那個大絕 因為他不繳那個大絕情況會更慘 但並不代表說他今天交的那個大絕 他的會戰就會贏 因為你家Jungo還是在當場就被直接踹死 他等於EQR的這個傷害跟控制全部都沒有做到 就直接被秒殺掉了 所以Shine剛剛這個愛你情急 決定是剛剛小型團戰取勝的一個重要關鍵 那剛剛你也可以看到說 戴安娜雖然很急著去把後排給衝掉 但實際上因為他沒有再把他的精靈還沒有出出來 所以他在那邊是沒有辦法去撐住那一個傷害 他瞬間的把Malive給衝掉 但其實這裡Malive已經把他的熊給暈下去 他的效果已經做出來 他已經配合著李星把Jungo給殺了 所以在這裡他今天去死也是沒有什麼關係了 對 反而是讓Space這邊活得有一點久 雖然最後還是吃到一個R技能 但是以AD位在場跟不在場 因為剛剛Seaway爾是完全沒有參與到剛剛的小型團戰 Seaway爾剛剛其實位置應該是蠻害怕的 他被泰貝爾那邊可以暈眩到的時候 那時候他其實是一個很危險的位置 這個EQ在非常機械的位置 但是這個大絕直接迎頭火車來了 直接把我們的飛機給撞爆了 這就是我們說到的 賽恩他不需要任何攻擊裝 他只需要他大絕等級 他撞到就會直接打半條 對 剛剛當然是因為我們Space在上路 剛剛下路的這一波交戰裡面已經將閃線給交掉 那剛剛女武神特攻是為了閃躲家維的EQ 所以這一次阿魯卡的小火車開的就非常的好 直接迎頭痛擊 拿掉了Space的人頭 但是中路的這座外塔在Coco的守護下面 WB看起來也沒有機會 但是希葉這邊是找到了一個機會在上路 直接利用音樂之刃 展爆了CJ的上路外塔 兩邊的塔出現在持平 經濟也是咬得非常的近 哇 但是SHYYE這邊是直接 單殺掉了希葉 他是直接把他衝爆 就是他有了三項之力 那這邊希葉 他就是傳用這種接頭砍到結尾 對 就是一個 接頭砍到項尾 QRQ的傷害一套 如果沒有辦法擊殺掉人馬 主要因為等級上面SHY 剛剛應該也是等 有一個一等的等差 那有了三項之力 而且如果他再兇殘一點 他是拿雙十項去疊他的這個 任期一擊 然後想辦法 他可以先疊到兩層 對 直接把我們的 希葉給轉死 那這邊小龍從 甚至是第三條的兩邊 現在是個人都 兩個隊伍都拿到一條 都有6%的團戰BUFF 那現在左邊是我們的WB 右邊 CJ已經開啟小龍 這邊要稍微拉一下 因為Coco的位置 現在還在藍BUFF的區域 這邊有兩個點需要注意 就是說剛剛 酷奇的閃現 是被阿魯卡給自己避掉 所以他很清楚 這邊酷奇的閃現 並沒有轉好 所以他隨時都有一個進場的時間 之後他能夠避掉女巫神特攻 但是 可惜的點到底說 因為現在 CJ可以很穩住正腳 原因是因為他 他現在不害怕這個西維爾的空 這邊 Ambition 是被西葉利用河蟹做了一個QRR的位移 但是他直接交了給庫 把西葉給踢走 阿魯卡進來 他的大絕還沒有開喔 已經把Coco的這個 混沌風暴給逼出來了 哇 這個大絕打在 阿魯卡身上是絲毫沒有損險 他連盾都沒打破 其實實際上 我們剛剛在講說 為什麼有兩個點說要注意 是因為 其實現在Coco的 Coco能夠完全撐住兵線的壓力 也就是說 對方假如沒有強開到Coco的話 其實這邊的兵線應該是永遠推不進去的 那你要靠戴安娜去做分推 因為你有兩個TP嘛 但是現在比較可怕的是說 Shire剛剛已經證明過 他可以單殺掉戴安娜 對 有時候現在戴安娜這邊去做分推 他可能會有點危險 變成說阿魯卡要回到原本的位置 可是他可能要做 1-3-1的分推 那1-3-1的分推 他就很難抓到Coco 對 他1-3-1的分推 在現在是 Shire有三顆人頭 已經有了三項之翼的 裝備下面是沒有辦法執行 所以現在西葉回到了中路 兩邊的中路都外塔都爆掉 所以在中間的地圖位置 應該是會發生很多小型團戰的碰撞 兩邊是積極在爭奪河道左右方的視野 Shire在上路這邊是單獨的推線 阿魯卡掉回了上路 他能承擔起 現在已經疊滿了兩層被動的 Shire的這個傷害嗎 哇 這個巨幅回面急飛起來 但是Shire感覺上面是只想把兵給清光 開啟他的毀面衝刺 雖然被小兵給稍微推到緩了一下 但是還是可以順利的後撤Record 所以我們說的就是他一定要把賽恩逼回來 去壓制Shire的位置 他沒有這樣做的話 Shire一定會開始到處遊走 他會把兵鍵推得很後面 他會把這個壓力前面 哇 這邊西葉又是來單打Ambition 先利用鐵冰箱燉了一下眼睛前面的草叢 黑摸摸的一片 西葉這一波是沒有腦衝 順利的拉開 阿魯卡這邊的位置是 兩個人同時TP到了下路 想要做夾擊 Shire從後方Space這邊的位置 先被阿魯卡給cut 大絕已經放掉了 又是直接撞到了牆壁上面 這邊對CJ往左側拉 但是傷害方面其實沒有打得很高 Shire這邊只剩下4成的血量 Spirit這邊直接走上來 要找機會來開Space 但是西葉已經順利的拉掉了 兩邊這一波的交手 並沒有人員傷亡 比較可惜的是 因為泰培爾沒有閃現 然後他們在判斷的時候 因為他們剛剛其實在草叢的時候 不是 你剛剛不是有看到那個 戴安娜在那邊嗎 戴安娜那邊其實有可能會當場被 李鑫加上安妮這邊打一整套 逼掉驚人 但是因為剛好旁邊 賽恩有傳送過來去做支援 他們害怕賽恩才會把那一波給拉掉 不然那一波其實對CJ來說可以打 但拖到現在以後變成說 CJ這邊難打的原因是因為 他已經讓庫奇完全沒有魔力了 然後理線狀態又很差 現在變成說阿魯卡大絕 假如轉好的話 這一波塔可能就要掉 然後你可能還會因為 庫奇再不回首的話 再掉一座塔 我好像理線狀態越來越差囉 但是這邊Coco剛剛一個死亡射線 已經盡可能的把塔前的兵給清掉了 那這波Shire的狀態也是回補出來 大絕還有一半的CD WE現在是勢必想要拿到中路的內塔 不要讓對方的護盾再重新的生長出來 這波的壓制 有辦法靠著Coco的維克特守住嗎 萬有引力裝置先交 不要給Mistique點塔的空間 在兵線還沒有進塔的同時 就已經把小兵給清掉 這邊Shire開啟的回編 衝刺上前應該是一個嚇阻的效果 Spirit在左側剛剛在爭奪視野上面 應該是跟Space隔空交火了一下 但是兩方這邊是最後的結果是CJ守住了自己的中路內塔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點在剛剛第二波推兵其實就已經不應該了 他第一波推兵進去的時候 那時候兵線是確定到了塔下 所以他才有點塔的機會 但第二波開始 你Coco只要很認真的用他的回面射擊 把兵給清掉的話 基本上你不太可能碰到塔了 而且你家的C維爾其實魔力很低 所以他幾乎是沒有什麼辦法再去做一波開戰 打起來的機會 上路這邊的一個漂亮的轉點 CJ在中路反壓了WE以後 轉到上路拔走第三座外塔 兩邊的塔數現在是持平 經濟也是咬在一個一兩百塊的差距 可以說是這場比賽在目前為止 已經要到了25分鐘的節奏 兩方都還沒有一個決定性的團戰 但這邊比較可惜的是 我覺得上路這個塔可以說是WE送出去的 他在第二波的推兵這一波 忽略了上路的兵線的推進 他忽略了上路的兵線 忽略自己家的狀態其實是不夠的 反而讓敵人回首出來 變成敵人是一個滿狀態 你是一個沒狀態 你就一定要推 因為敵人的倫馬 假如這時候選擇進場開戰的話 你家的傷害以及血量都不太好的情況下 敵人是可以直接把你一局殲滅掉 他就是怕這個情況 所以他不敢打回戰 所以他就塔就一定回第二掉 其實打WE的這個陣容的黃金旗 我覺得已經慢慢的在渡過 因為在後期COCO的維克特的傷害量面 只要他的外用移力裝置釋放得好的話 我覺得希葉在團戰中 我這邊有機會 剛好Ambition這邊是被兩次的擊飛以後 後方是由外用移力裝置 掩護他利用鐵兵線往後拉開 所以現在以希葉來說 他們又是要打一個非常Lay Game的節奏 他們的陣容上面 雖然是選擇了庫奇安尼 但是後期的傷害面來說 我有克林 我有維克特 比起你的陣容來說是更好 因為我們兩邊的AD Carry 畢竟都不是Lay Game型的 Carry型的這種 就是靠普攻A人的這種AD Carry 應該說你只要能夠把遊戲 拖到很後面的話 散熱的效果會越來越長 這邊要選擇直接閃大 但是這個大絕蓋在... 沒有損到太多血 但宇哲的位置很危險 因為Shine已經傳送過來 直接在後面追擊的希葉 逼出了一個閃現 大絕還沒有施放 Ambition頓強過來 這個大絕直接衝死了殘險的宇哲 希葉這邊被逼出了一個驚人 Coco直接把萬有引力桌上掉在他臉上 以後吃了一個給褲 飛在天上就被Coco的普攻給點死 現在Mystic又受到了追擊 Shine的人馬開啟了毀滅衝刺 直接朝向Mystic衝 這邊雖然挨了幾下普攻 但無傷大雅 這個Q竟然沒有打到的 梅賴的武術鞋也發動了 好險後面的迴旋之刃有刷到 把他的武術鞋的加速給終結掉 Mystic知道自己走不掉 因為看到Space也過來 卡掉了他後面逃脫的路 選擇回身想要把安妮給灌倒 但他並沒有成功 阿魯卡這一場的 這匯戰他沒有加入 在塔下這邊推到了Ambition 在Ambition身上還有演 那CJ是順利的要掌握了第四條的小龍 這也是他們團隊的第三條 我覺得在野區打起小匯戰 對他們來說是非常 對WB來說是非常虧的 然後你要知道他打輸的點 是在即使今天安妮的大局 是放在一個 完全沒有暈到carry 而且他也幾乎沒有把敵人血量給壓低的 情況下他們都會打輸 他那個會戰的位置實在是太爛了 就是他他家的AP 完全沒有辦法從他對面的 對面的AD carry 他沒有辦法給後排制到壓力 同時他還交掉閃現 還被殺 對然後以剛剛的宇哲 雖然剛剛安妮做到 Mayline的那一波的團戰的開戰來說 並沒有做到這麼完美 但是宇哲剛剛那一波 其實的珍娜應該也是 完全沒有起到任何的功用 他沒有跟著自己的AP 他自己的位置獨自被卡的 他的位置也太差 對然後直接被打到殘血以後 吃到一個大絕直接倒下 那剛剛的打BB的坦克 阿魯卡剛剛是在左側 這邊開啟了 他能轉彎嗎 哇 看起來這邊沒有辦法 來當我們的藤原拓海 Coco是完全不想躲 轉不好的 沒有應該說這個轉彎 當然是以手術上面來說是太難了 就是你沒有連點程式 要轉這種超過180度的事 除非你的手術 可能要跟我們的Morning來練 學習一下 但實際上 我就覺得說這邊其實Coco做的還算OK 因為他那邊看出來 看出來是不一定會被打到 但實際上他不願意賭 他不需要去賭這個 因為他知道在野區站這邊打起來 幾乎是完全沒有任何優勢 好那這邊的戰局來說 CJ是贏了一波的小型團戰 竟然經濟稍微領先 但紅區剛剛被嚇了很多眼睛 那現在遊戲時間到快到了30分鐘 所以也有巴龍的壓力 現在是很快的過來插了一個巴龍池的眼鏡 又回去上路整理阿魯卡推進進來的兵線 Mistique也是在下路整理剛剛對方送下來的 下路內塔前的一大波 那WB這邊是重整旗鼓 在整軍備戰 兩邊的戰士來說 一個決定性的會戰 可能還是要發生在對方的野區裡面 才有機會來拔掉更多的內塔 因為CJ剛剛雖然是打贏了一個團戰 但戰士的地點是在自己家的藍buff的區域 而且他是在敵人手忙腳亂的情況下打起來 包括少了一個賽恩等等的 那現在可以看到在IEM的這個賽事裡面 上路的選手我們現在已經比較少 去帶我們的紅色的這個掃眼飾品了 也都是選擇了這個進化他的 偵察手衛的這個 引擎手衛的這個 有兩隻眼睛的充能機會的這個輔助飾品 他250塊實在是太便宜了 250塊這個東西幾乎是等同於眼石的效益 對你可以看到現在CJ的紅區裡面是 滿滿的像是被開圖一樣 所以這個區域如果發生碰撞的話 WB是有非常好的視野優勢 但剛剛下了這麼多眼 主要是想辦法看有沒有機會 在對方轉兵線的時候來做一個夾擊 但並沒有執行的結果 現在是反而到藍區這邊下了一些眼睛 但我覺得WB這邊的call 似乎是有一點溫亂 因為龍的時間來說還很久 那對方的藍buff現在好像也沒有計到時間 這邊CJ是被cut Coco的位置很差 Coco的位置他選擇推了兵線 但沒有選擇要把兵線給推掉 所以他們現在要回訪 但Spirit這邊有注意到 梅萊的位置非常的危險 開啟自己身上的昇華護符 阿魯卡開啟了他的大絕 但這個大絕又沒有撞到人 這個波團暫時沒有爆發 CJ往後拉 梅萊走過來 但是阿魯卡其實躲在草叢裡面 直接給他了一個QW的連擊 但是Shy來了高速人馬 守護家園直接黏上了希葉 希葉這邊是被迫繳出的第一個 阿魯拉茲用自己的生命閃現 暈出了希葉逼出了一個驚人 Coco在左方受到一波擊火以後 被希葉驚人結束的一個R給斬首了 而且他在一個dash dash到了Space身上 自己還有W的技能坦住了 Shy的血量反而很低 這邊要死掉了嗎 希葉過去他的R技能是CT好的 但是這個Q技能是沒有辦法命中喔 距離上面是被Shy利用毀面衝刺拉開了 所以應該是要逃到一個比較遠的位置 進行Record 那這一波WE是順利的一波反打喔 打出一個0.2的小型團戰的交換 因為說他這個完全體現出說 我們在賽前前面講到說 在賽恩能夠壓制住Coco的情況下 其實這裡戴安娜能夠造成的傷害是非常高的 假如你人馬沒有去把他們後排的Mystic給壓制住的話 你選擇去打戴安娜 其實你沒有辦法給後排壓力 你就很難打 但是希葉這邊看起來有點危急 他自己的位置 剛剛是被三個人的夾擊 哇這個月影吸到了Space 把他的W技能的距離拉得非常的短 而且阿魯卡這邊的狀看起來又是直接瞄準的 梅賴Q技能造成的一個緩速效果 Mystic直接開啟的大絕來追擊 哇但是這個萬有引力裝置放的位置相當的不錯 不過阿魯卡這邊是沒有隊友可以跟上他的腳步 CJ順利的拉開 又是一波零換五的交換 但是狀態比較好的WE會直接果斷的開啟巴龍嗎 沒有這邊不能摳巴龍 因為敵人的回首速度太快 敵人回首速度太快 而且他們的Shy是可以一直來回過來鬧的 因為你現在要把Shy給殺掉不太可能 Shy是這遊戲裡面賺最多錢的人 你去捲擇去殺掉他應該不太可能出現的 兩邊的戰局現在還是非常的膠著 經濟依舊是持平的 WE現在已經在換了兩個人以後 成長唯一是可以跟LCK目前排行第三的隊伍來較量了 所以看得出來在LPL整體的實力上面 因為加入了很多韓教跟韓職的選手以後 實力上面是有很明顯的提升 因為加文在這一場做到的事情還沒有想像中打 然後就已經給CJ這麼大的壓力了 我現在很害怕說加文待會 假如能夠做一個很漂亮的EQ開戰的話 CJ可能會當場被挖解掉 對 就是說他在團戰中給予COCO的壓力還是非常的巨大 因為剛剛那個會戰其實WE在打的時候 他的阿魯卡的大決沒有打到 然後加文的會戰發揮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他們兩個可以說是沒有什麼存在感 但實際上是靠著戴安娜一個人幾乎就把所有人都給殺了 一個人跟... 就是以兩邊的坦克都一定是年後排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戴安娜的機動性在這一場比賽 目前為...剛剛那一波團戰的發揮是會比COCO來得更好 因為COCO的自己的位置是非常非常的容易受到了賽恩的夾擊 他現在的AP其實非常非常的高 他身上是有死貌加上已經進化到最後一個階段的這個海克斯核心模組 齊爺這邊左側的一個月牙衝擊並沒有衝到人 萬有已經是裝置W進入的CD Spirit要選擇開戰嗎 他在左扭右扭來閃躲酷奇的火箭轟炸 安妮身上帶著視火被動 Spirit還是要小心自己不要直接受到一波的擊火 宇哲這邊在跟Ambition搶奪關鍵草叢的視野 但是希爺這邊首當其衝 直接進行開戰 他是被吸到萬有已經裝置身上 竟然沒有開到 剛剛Shire其實給了一個恐懼 讓後方的COCO收到這顆人頭 宇哲要演故技術的做一個拉打 而且這邊安妮的熊坦在前方 左邊的阿魯卡也是被Ambition給逼退 Shire這邊還在想辦法 Shire的位置有點太深 但是這個Q進的沒有命中 COCO放了一個萬有已經裝置 這邊人數上面Shire的血量是見底 但是希爺這邊是已經倒下了 一個四打四的碰撞 Ambition的血量不是很多 Mistique這邊要來怎麼判斷呢 他應該是要選擇一個隔著龍口的Q技能 看能不能偷到 但是Ambition這邊非常有經驗的放掉了 然後等著對方的Q技能打完了傷害 才利用重擊順利的拿到他們團隊的第三條小龍 龍翼已經長在了CJ身上 現在是有一個跑速的加成 第四條喔 哇那應該已經是拿到了 對野怪跟小兵加成的 這個非常重要的龍Buff 而且也挺牌了 再拿一隻小龍就是五龍Buff 也是我們IEM第一場的五龍Buff 對WB現在壓力就會很重 因為他現在不能讓對手拿到四條龍 他好不容易把橘子好不容易拉回了一點點 雖然在剛剛那個小會戰 剛剛那個會戰裡面打得不是很好 因為剛剛那個會戰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戴安娜開場都死掉了 所以他沒有任何的傷害輸出到敵人身上 他沒有去選擇進 他沒有進場 敵人沒有壓力在的情況下 他打起來會戰就會變得很難打 那他們現在比較多的機會 應該是在WB還有大概五到十分鐘的強勢期 五到十分鐘的強勢期 這個時間就是這個五到十分鐘是什麼 是賽恩不會被對手給干擾到 就是他今天可以很輕鬆地走進去 再走出來都不會損險 因為敵人是酷奇 酷奇其實他在持續傷害上面 來打一個血量那麼多的坦克 他像是在打冒凱一樣 他是沒有優勢的 他會很害怕這個坦克去對他造成壓力 其實降低對手的傷害 在這邊賽恩應該是能夠完全地做到 對所以現在剛剛是在鏡頭上面看到的是一波 嘗試WB嘗試四個人的夾擊 要來夾擊上路的SHAI 那西葉這邊也是操作了一個戴安娜的操作 就是利用QR直接位移小兵 再利用第二個R他剛剛想要直接先手的一個開戰 但SHAI是很即時的利用自己高額的跑速 拉開了對方可能開戰的機會 兩邊的經濟現在是CJ慢慢稍微的領先 但是WB的陣容我覺得越後期是會越為疲乏 只要COCO這邊的傷害量 他現在是還沒有拿到虛空 當他拿到虛空的時候 他要一波灌倒這個賽恩 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就是5到10分鐘的時間 賽恩假如這邊沒有趕快再升到16等 他們現在需要這三個KB到16等 因為敵人的等級已經夠了 敵人等級都已經到16等 他們三等的大學都已經出來 但賽恩的等級差距很大 這邊CJ是一個閃開直接硬開梅賴 梅賴是在一點點顯示 譬如往前硬蓋把兩個人蓋在中間 但是萬有引力裝置把CJ給留住了 阿魯卡的大絕也沒有撞好 SHAI在後面還在找機會做進場的包夾 COCO這邊先行拉開 因為MISTIC這邊是用窄口 抓了一個非常漂亮的Q技能 颶風呼嘯轉過去是只有吹到人馬 CJ依舊是人數上的優勢 而且Space是一個滿狀態 在WE這邊的開戰感覺又是被一個萬有引力裝置給化解掉了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WE的開戰是被自己家家文瓦解掉 他們其實有一個很好的開戰點 是在家文進去的時候 家文想要不蓋大的話 那個賽恩撞進去 他是可以撞到很多人的 他可以等自己的賽恩快要到的時候再選擇蓋 他沒有這樣做 我們先看這個會戰好了 盧卡這邊的進場是直接吃到一個W技能 但是這個W技能反而讓CEA在後方 直接利用銀躍之刃斬首了COCO 右邊的Shight只是被巴龍加上阿魯卡的夾擊 W爆掉最後一個巴龍的助攻 拿到了一個Shutdown CJ這邊還可以再戰Q技能命中的Ambition 他要選擇追上路還是追下路 他沒有 他回去了參加主戰場 阿魯卡這邊又是一個巨幅 裡面把Space給敲飛起來以後 拿到一個Killsprit W這一個巴龍的夾擊非常的漂亮 打出了一波01換3 自己的Mystic是倒下了 但是隊友是call了一波巴龍 Ambition這邊回捕守護家園衝出來 他能來搶一個巴龍嗎 梅拉在上面這邊是被對方插了一堆眼睛 他應該是來不及清空 但是打巴龍因為沒有AD Carry存在 WE吃巴龍的速度很慢 Ambition這邊是過來了 帶了很多眼睛繞著圈圈 插了三隻偵察首位 Spirit這邊要來跟我們的Ambition拼個巴龍 但是企業不給他機會 他下去的時間感覺有一點早 他選擇直接把珍娜給踹死 Spirit非常的生氣過來 但是Syan這邊還在打巴龍 Ambition這邊也想要來參與巴龍的爭奪 最後是直接被推核蟹以後的傷害打死 史上最久的巴龍徽戰 這個巴龍存活了非常的久 但WE的狀態其實很不好 終於拿到了巴龍Buff 梅拉這邊是開了昇華護膚 插了一個眼睛看到對方巴龍已經拿到手了 Syan這邊應該是也沒有機會來進行最後的交火 所以這一波WE又把比賽給逆轉回來了 因為這三個會戰其實都很詭訣 就是在前面那個會戰的時候 我們先講這個replay啦 其實Syan在這裡進場的時候 他的位置非常的好 敵人全部人都在一起的時候 他其實是有一個相當大的壓力坐在前面 而且你也可以看到說 所有人的傷害都輸出在Syan身上 他其實是沒有任何的壓力 他顯然完全是撐住 而且在這裡我是覺得他配合著珍娜大絕 真的是做得很漂亮 把Syan給收掉 Syan是403的戰績 我沒記錯的話 這邊被收掉還有這個Shutdown 再加上Space 花了太久時間在攻擊珍娜的身上 他花了太久時間 但他沒有收掉 因為他的持續傷害不夠高 所以他沒有收到珍娜以後 他擺在這個樣子被打 可以說是送掉這整條巴龍 對 但我覺得剛剛Syan的操作是非常非常漂亮 他弄過 弧形的繞過了這個萬有靈裝置 他等於是一個人打跑了Coco 加上對方的這個Ambition 還有Maylight 這三個人直接被他卡了出去 那Syan是選擇TP過來以後 配合了Space在後面 擊殺掉了Mystique 但是這樣的交換上面 戴安娜可以繼續做輸出 但是 庫奇這邊是直接被控死了 應該說Syan這邊過來的話 他們的確是交換掉了AD 他其實他的確是用他自己的命 交換掉了AD 但是戴安娜是一個擋住四個 他把四個都逼走 還殺掉了一個人 對反而是Syan這邊是直接回到了主戰場 但是Syan這邊已經是沒有任何的再戰機會了 WE這波拿到了巴龍Buff 就看一下他們能不能也挺進IEM第九季的四強賽事喔 這個巴龍Buff 以戰略目標來說 直接要上路的最後一座內塔 或者是直接要來攻進中下路的一個高地了 現在就是說阿魯卡的裝備已經到達了頂峰了 就是說他在這個時間點 他現在是最強的Syan 那他開始慢慢走下滑路線 而且也很特別的是 他都會在這個時間點出一個十字鎬 他必須要增加自己的物攻傷害 你看到其實他現在的傷害已經不太夠以後 他必須依靠他的大絕打900的傷害 哇但是這邊 Mystique直接一個平A把Mbitch給A爆了 Spearing這邊拿下了一個龍 阿魯卡這邊是撞到了Coco Q技能把他擊飛起來 再加一個EQ穿起 宇哲這邊 哇是直接拿到了一個人頭Coco 這邊倒下沒來的位置也很危險 又是Ca的一個數月幻步 阿尼被斬死了 後面Mystique跟Shire 而跟Space兩個人是直接抱在一起相擁而倒 阿魯卡這邊還打完一整個團戰 還有半條血量 Spirit的岩石將近滿血 中路的高地要直接陷落了 這是一波ACE WE這一波打得相當的漂亮喔 這個ACE全部歸功於西維爾 他一個人殺了三個 他一個人殺了三個 雖然他最後一顆頭 不是在阿魯卡身上 但他一個人是 他解決到了 他解決到了酷騎 他解決到了 他解決到了 Ambition 他解決到了Shy 他一個人打三個 你知道嗎 他一個人把上路的人馬給殺掉 那一瞬間這遊戲就已經結束了 果然不愧是Mystique的老公 Ambition這邊剛剛是 率先受到擊殺 進來一個人想要救主堡 但看起來他沒有機會把西葉踢走 西葉再過來給他一個 碩月換步 那就在這個換步的動畫的同時 WE 摧毀了主堡 拿下了我們敗部冠軍 晉級到接下來 今天的BO3的Semi-Final的賽事 要來對上的是 韓國的另外一支隊伍 GE Tiger 那這